这是一道搜分题 我们都知道 暗影豌豆在前方一格内有僵尸时 会钻入地底 当僵尸靠近后 暗影豌豆会将僵尸拽入黑洞消灭 那么 飞在半空的喷射器僵尸 会不会被暗影豌豆拽入黑洞消灭 A.会被拽入黑洞消灭 B.不会被拽入黑洞消灭 请看完这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B 飞在半空的喷射器僵尸 不会被暗影豌豆拽入黑洞消灭 第二题基础题 众所周知 暗影豌豆能命中半空中的气球僵尸 当气球僵尸在遇到植物后 会继续升空 飞得更高 那么 暗影豌豆能否命中 飞得更高的气球僵尸 A.能命中 B.不能命中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A 暗影豌豆能命中 飞得更高的气球僵尸 第三题一错题 如如所示 草坪上有两组植物 它们都能抵御僵尸的啃食 那么 一阶坚果墙和一阶竹小弟 它们谁更能扛揍 A.一阶坚果墙更扛揍 B.一阶竹小弟更扛揍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B 在当前版本 两组植物面对铁痛僵尸 一阶竹小弟更扛揍 第四题判断题 众所周知 一阶机枪射手在使用能量斗后 是无法击败一阶禁卫巨人僵尸的 有粉丝说 只要在机枪射手前面 放置一个一阶火器梳妆 他的大招就能消灭一阶禁卫巨人僵尸 请问这句话是否正确 A.正确 B.错误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B 这句话错误 再加上一阶火军梳妆后 机枪射手依旧无法消灭 一阶禁卫巨人僵尸 第五题附加题 我们都知道 西瓜投手在使用能量斗后 会发射多个大西瓜 那么这些被发射的西瓜 它们落地的位置是随机的 还是固定消灭场上的全部僵尸 A.随机的消灭部分僵尸 B.固定的消灭全部僵尸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B 西瓜投手固定消灭场上的全部僵尸 B.固定的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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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固定的消灭